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清冷绝艳的南乡到回归成熟的贵妇人 郭碧婷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360度大转变 她的女明星属性似乎完全消失了 她不再拍戏 还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官夫性 她所有的词条 所有的新闻都围绕着向家而习这一身份展开 而人们对她嫁入豪门这件事的情感表达也充满唏嘘与惋惜 豪门傀儡 忍气吞声 没啥地位和话语权 这是沦为生孩子的工具了吗 婆婆向太平日里看着对她宠爱有加 但真到了真正厉害关头 还是坚决地把她当作外人 比如向左被爆料疑似出轨 这件事显然郭碧婷的伤害最大 但陈兰却在第一时间澄清 维护她好大儿的名声与周全 他们婚姻的本身在人们眼中 比起因爱结合 更像是一桩有来有往的交易 向家给郭碧婷阶级跨越的恩典 优渥的物质条件 豪门太太的头衔 郭碧婷为向家孕育后代 充当乖乖女形象代言人 而从气质女神沦为豪门傀儡 郭碧婷只用了四年时间 不仅要问一句 这值得吗 郭碧婷嫁给向左 在人们看来是灰姑娘嫁王子 向家是名副其实的豪门 九零年代 他们的永胜电影和中国星 炮制了无数卖作影片 千禧年后 港片难做 他们北上捞金 涉足房地产 酒店业 餐饮业 依旧赚得盆满钵满 相比之下 郭家的条件要平凡得多 郭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收入来源 是一家早餐店 起早贪黑 累死累活 让他至今叫苦不迭 郭碧婷之所以能得到向太的首肯 是因为他够漂亮够乖 翻译过来 就是形象好 看着听话 好控制 2018年底 郭碧婷妇妇女 向左母子 参加真人秀节目 最好的时光 节目中 陈岚先与儿子向左 对郭碧婷看上了眼 这个看上去霸气十足 不大好惹的女人 对郭碧婷产生了 非同一般的厚爱 节目才开始 他就秀出保存在自己手机中的照片 直夸长得很好看 吃饭时 他把人家调侃成 自己的儿媳 语气非常亲密 得知郭碧婷喜欢小动物后 他说要在香港买一块地农田 专供郭碧婷养小动物 他时不时拍拍郭碧婷的头 把他招呼到自己的身边坐下 节目播出没多久 郭碧婷和向左 就被拍到私下一期旅行 而后媒体求证 当事人毫无避讳地承认了恋情 恋情公开两个月后 向左向郭碧婷求婚 向太在社交网站上官宣 接下来 他们直接把自己的婚恋过程 打包给了电视台 接连参加了女儿们的恋爱 和我家小两口 在高强度的曝光之下 他们完成了相识 相恋 订婚 结婚的全过程 每分每秒 都似乎被摄像机紧紧包围 驾豪门对于郭碧婷而言 究竟是无偿的馈赠 还是明码标价的阶段性礼物 围绕着他的争论点就是这个 大多数人的看法偏向于后者 因为代价显而易见 豪门KPI排在第一位的 似乎是传宗接代 真人秀上被问到什么时候 把声誉提上日程 向太表示 抱孙子自然是越快越好 听到这个案时 郭碧婷的回答很讨巧 说一切都得听家里的话是人的决定 如向太所愿 两口子结婚不久 就顺利欲有一女 第一胎刚生完 向太就迫不及待地催生 宣称儿媳妇答应要生三个瓦 更表示自己没有亏待儿媳 珠宝和高定早已送上 旁观者有些尴尬 说得好像一个平日里 穿腻了高定 带惯了珠宝的 已经财务自由的女明星 还需要养张婆婆的观照 才能过奢侈生活 那几天 向太还公然点赞了好几条 艰难保的动态 把抱男孙的心愿写在脸上 于是仅仅十个月后 郭碧婷再次怀孕 之后生下了一名男孩 除了高强度的声誉 紧锣密鼓的催生 另一个惹人争议的点在于 郭碧婷与向太的相处方式 明面上 把郭碧婷当作自己的女儿 但怎么看 都像是向太为自己的 无边界感的行为 巧立名目 郭碧婷第一胎淡产的时候 发了一条义有所指的微博 声称有身边人 无下线地消费自己 因为热搜词条上 郭碧婷总和向家紧密关联 很多网友第一反应是 他在内涵向太一家 为了摆脱这个嫌疑 向太火速赶到评论区 在台湾谁敢消费你啊 话重点 台湾 因为某些原因 郭碧婷那时在台养胎 向太一家都在香港 特意在句子中 加上地区限定 就是为了逃脱网友的指控 郭碧婷发表人生感悟 言语中有对人生选择的懊悔之意 再令网友怀疑 是对嫁给向家的懊悔 她甚至不能一时兴起地换造型 因为要事先得到婆婆的首肯 任凭向太再怎么表现的与儿媳亲近如姐妹 还是难免令网友在他们的婆媳关系中品味出了窒息感 还有郭碧婷表面风光亮丽 暗地里憋屈的无奈 2020年7月 郭碧婷二胎代产期间 向左被拍到与女子动作亲密 并把该女子带回了北京的婚房 向太第一时间出面 盖为辩解 说该女子只是儿子在工作上的一个女性朋友 而在这一场出轨风波里 真正作为核心当事人的郭碧婷和向左 从始至终都没有吭声 亲密的声誉 婆婆过分的控制语 丈夫的花心在外 在许多网友的眼中 这些似乎都成了郭碧婷 憋屈婚姻的证据 除了这些 网友不看好这段婚姻的原因 还有各式各样 却殊途同归的 灰姑娘嫁豪门的先婚案例 吴佩茨六年四胎 没等到一只婚书 反等到了季小波破产负债消息 梁洛诗一连为豪门生下三个孩子 为此放弃了大好的演艺视野 可最终还是未能嫁入豪门 被宣布分手 豪门蒙碎 无数例子似乎都在说明 嫁豪门之路飘摇 富贵险中求 成功率低得很 郭碧婷获得了婆婆的喜爱 是被名媒正取取进门 似乎比这些例子幸运很多 但共通的因素是 豪门太子不可靠 嫁豪门本身也意味着 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 全然让渡自己在演艺圈的发展空间 比起演艺圈 她如今更大的收入来源 似乎是靠生孩子换来的豪门靠了 回过头去看 自于向左恋情开始 她便先少拍戏 她上一次单独公开露面 出席活动 已经是2021年的4月份的事情 此后再露面都是同向家人同行 甚至有小道消息揣测 说她所有的资源都要经守向太 得到她的同意 如此看来 郭碧婷是在家里家外都丧失了话语权 即便是丈夫疑似出轨 也无权表达自我感受 除此之外 还要牺牲自己的事业 失去了经济自主的能力 从此只能依赖于婆家嫁入豪门 对于郭碧婷而言 究竟是怜悯还是她的不幸 还要来看看她结婚前后的变化 婚前她是光鲜亮丽的女明星 人群中闪闪发光 婚后每每被路人偶遇 或是坐私人飞机里 总是双目无神的样子 仿佛已经被带娃 掏空了所有惊奇神 而且嫁入豪门后的郭碧婷 仿佛彻底失声了 丈夫和婆婆成了她消息的发言人 亲爸成了表达自己委屈的替身 当事人郭碧婷却多年一声不吭 最近婚变传闻上热SOHO 向左发文秀恩爱 在社交平台发出一家四口合照 为郭碧婷庆生 并肉麻示爱 Happy Birthday I love you老婆 中间还打上了17颗爱心 想秀恩爱破婚变传言的心思 太明显不过了 这边向太也跟着发力 在社交平台晒出全家福 庆祝自己和儿媳 郭碧婷的生日 并在文中表示 亲家郭爸 还有郭碧婷妹妹 几三个儿子 都在香港一起过年 家里热闹极了 一句话顾及到两家所有人 就差把家庭和睦大谢加粗了 老公示爱 婆婆主动喊话 而受性郭碧婷 却在这番热闹里一言不发 她没回复老公的17个爱心 也没有回应向太的热闹开心 好像这场甜蜜和热闹 与她无关 她只要默不作声 就算是演好了这场家庭和睦戏码 郭碧婷其实早就放弃了 在网络上的发言权 她的官方账号 已经近两年多时间没发博了 我们如今所讨论的一切 都是通过向左 向太或媒体之口 转述得知的 郭碧婷不会主动发声 提及这些事儿 也不会跟晒幸福的婆婆 老公发言互动 她唯一的存在感 就是在合照的图片里 暗点出席 对着镜头扯出笑容 表现他们想要呈现的甜蜜 而这些争论到了最终 还是要回归那一句客套话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大家都说 她与向左的合照 笑得比哭难看 但她的确是 做出选择的主体 孩子她生了 婆婆她附和着 荣华她也想着 她也的确喜欢小孩 采访中明确表示 自己想生三个 孕妻上节目 也热衷于给自己的宝宝 买礼物 还说要陪伴自己的孩子到三岁 不管人们如何唏嘘 如何开谈 如今一切对她而言 都是求人得人的结果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